法国海军举行史上最大规模演习 海军新闻网站11月16日报道称 法国海军将于11月18日至12月3日 举行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演习 大号北极星21 报道称 这将是一场以高强度战斗演练为重点的 史无前例的演习 法国海军舰队的一半兵力将参与其中 演习期间将有来自法国海 陆空三军的6000名士兵参加 其中包括4000名法国海军水兵 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波特号 也将参加演习 另外英国皇家海军的龙号驱逐舰 也出现在法国海军的土伦基地 很可能也会参加这项演习 报道称 北极星21演习将是一场高强度的作战演习 将主要在地中海的西部进行 另一演习地点是在大西洋的 法属海外领土附近海域 这项演习旨在检测 由法国航母战斗群组成的 法国海空部队的多种作战能力 以戴高乐号航母为核心 与游雷电号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为核心的假想敌部队进行对抗演练 报道还称 这项演习专注于未来作战 是未来战争的实验室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北极星21演习核心的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 就在数天前还曾发生了一起撞船事故 报道称 当时戴高乐号正在海上训练 随后在极近距离发现 这艘悬挂波兰国旗的10米长帆船 法国航母随即派出救援小组登上帆船 发现后者在撞击后并未进水 但围杆已经被折断 最后戴高乐号派出两艘小艇 将这艘帆船拖回附近的港口